目前的世界格局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变化后基本成型,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经济,上市全球化文化上市多元化政治上则是多极化的却是一超多强的现状,这个多强是俄罗斯欧盟日本我国等,一超就是美国。 不得不承认美国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领先全球,而其也正式利用自己的综合国力在全世界职手画脚,以赴为无独尊世界警察的面孔。 美国大兵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冲突地区都有基地和驻军,横行霸道是要有资本的,而其最为锋利的爪牙之一就是强大的海军。 依靠十几个航母编队和海军舰队打着无差别的旗号几乎出入到了各大海域,但事实上最近几年的美国海军越来越多的显示出外墙中嘎,平停掉链子,以至于自己人都看不下去了。 8月10日观察者网援引美国海军学院新闻的消息称,鉴于几年来,美国海军平停出事故,海军高层领导考虑有必要强制退役一批建议舰队指挥官,而退役红线包括但不幸于,舰长任职满三年,至少两次错过提拔机会等,人事指挥官罗宝特伯克中将还透露,假如一些不称职的舰长尚未达到退伍年限, 他们将先留在军中直到满足条件,可以看出美国人这次是真痛下狠手,先要自轰了,去年第七舰队停线五次撞船事故,也不过只摘了舰队司令官的乌莎帽,大家都知道去年被称为美国海军年,多艘军舰在太平洋海域连续撞船, 6月17日凌晨,隶属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威茨杰拉德号驱逐舰在亨须赫港西南一艘菲律宾或船相撞,造成舰体右侧险楼损坏,击死一伤。 8月21日驱逐舰麦凯恩号在新加坡海域与邮轮相撞,造成十名水员死亡,此前还有5月9日夏浮轮湖号在韩国海域撞渔船等等等等。 这类事故频发,完全是美国人自己作死的,让着自己强大的军舰牛气冲天,使其他船只为无物,例如埃利,伯克急驱逐舰的最高航速能达到32节,一些满载集装箱的大货船不过十几节。 经常标传的美国舰长们不想必让试图加速从货船面前及时而过,事故就造成了,奈何你刚讲铁剑,在多位占据绝对优势,的货船面前还是得任用。 除撞船事故外还有海军士兵犯下过境这更恶劣的事。 2018年5月14日,停泊在恒虚克基地的美军核动力航母里根号被日本警方盯上了。 一名美国水兵涉嫌利用植物质变在2017年12月,2018年2月从加拿大向日本偷运毒品。 而在2018年2月,里根号航母的庶民士兵,就已经被查出涉嫌使用摇头丸等合成毒品。 美国人引以为傲的航空母舰竟然成为毒品学书船,美国水员的数据面貌以及军备纪律的松散可见一斑。 缺乏管理秩序困乱,这样的海军编队怎能不出事故呢? 2017是海军年,进入到2018年,又成了美国空军年。 在刚刚过去的上半年,发生的坠机迫降掉零件等事故有几十几之多, 涵盖几乎美国现役的所有经济类型,美国战军高官下令全体停飞整改后效果仍然不明显。 事实上与空军飞行员相比,海军水员的日子更不好过, 因为美国在全球充当世界警察,动不动制裁着国威胁内国, 经常需要航母战舰打头阵,在长期高压的工作环境下, 士兵们的精神高度紧张,自然容易出事。 这可不是停飞整修,才这几个司令长官能解决的问题。 美国是最大的恐怖分子,这要对跟到美国的对外政策和霸权主义上。 从这个角度来看,海军的长发的各类型事故似乎无解, 而美国强制退役建策也只不过是治标不治本, 让我们小看美国海军还会出多少球事。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